胡同学笔记里出现的响扑 失眠 烦躁 怕光 睡不着 以及后来校长说的 他是个吃药学生 这个推测比较接近 请听一位医生的分析 排疫的作用 对对对 肾上瘴皮脂炎固醇 肾上瘴皮脂类固醇 它是起到一个消炎跟免疫的功能 就是给这个供体 起到一个消炎免疫的功能 以免它到另外一个人身上 就是起到一个排疫的作用 这两种药物就是必须 你在活体的情况下必须服用 如果你不是活体 那么移植过去 在那个人身上 那个人必须服用 但是这两种药物合起来 一种一起服用的情况下 它就是副作用特别大 什么副作用呢 就是恶心 呕吐 失眠 烦躁 然后睡不着 睡不着 怕亮 怕亮 对对对 所以我看到就是上面那个 笔记上面 它说吃了个面包想做 所以我就想到